大家好,我是马迪思思,古典乐不难懂,听我讲就对了 作为一个有原则的up主呢,说话算话 这一期就让海爷来陪大家过元代 海菲斯我认为是可以被我们听到的最伟大的像激情家,没有之一 之前聊了一下海菲斯,大家都比较感兴趣 今天呢,我想综合性的展开讲讲这位小激情之神,究竟神在哪里 当然要说海爷好在哪里呢,真不是几个视频就能够说清楚的 这一期呢,我就跟大家聊聊最重要的载入史册的基点 也是一些能够被整个古典音乐界,整个小激情界所公认的 可以被视为一种共识的观点 希望大家在聆听自己喜欢的小激情家演绎的同时呢 也能够接触到更多不同的音乐诠释 海菲斯是现代小激情家第一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海菲斯为小激情演奏技巧建立了全新的标准 是技巧与音乐结合的最高典范 而且可以被视为现代演奏风格的奠基人 海菲斯之前的小激情演奏艺术体现更多的是一种 个人的魅力,个人的风格,自成一家 只要大家喜欢,怎么拉都可以 但当海菲斯一出现,仿佛就给小激情演奏设立了一个标准 他之后数不清的小激情家都不约而同的 将他的演奏作为一种范本,一个努力的目标 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音乐层面的 那些我们如鼠加深的小激情大师 就比如像格杠、梅纽因、米尔斯坦、奥伊斯拉赫、 帕尔曼、谢林、祖科曼等等等等 都认同海菲斯在小激情方面至高无上的地位 奥伊斯拉赫说过 There are violinists, and then there is hyphids 这句话就差不多类似 这些是手表,这个是百搭费力 这些是画家,而这个是毕加索 根据海菲斯的钢琴弹奏 Brooks Smith他说 海菲斯演奏完台湾音乐会 奥伊斯拉赫和米尔斯坦直接化身小粉丝 追他追到后台去,就像看偶像一样看他 还有斯特恩,美国小低情教父 多么狂妄的一个人啊 但连他都说 只有到了我这个水平才能知道海菲斯到底有多伟大 还有祖克曼,大家都知道 祖克曼他公开拒绝演奏苏格兰幻想曲 因为他认为这首曲子是海菲斯的领域 就是没有其他人能够演的好 海菲斯呢出称于上个世纪初 在海菲斯之前不是没有杰出的小提琴家 我们今天仍然能够听到的录音就有不少 比如像比利时的伊萨伊啊 西班牙的萨拉萨迪啊 还有伯拉姆斯的好汁油 奥匈帝国的小提琴家 约阿西姆等等等等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 他们个个都是音乐史上举足轻重的人 但是换是说 他们录那些录音的时候 都已经处于职业生涯的晚期 而且呢受限于当时的录音技术 也有可能是当时的音乐审美啊 他们留下的呢 大多是一些三五分钟的炫技小品 确实很难全面的展现他们的小提琴水平 海飞机崛起之前 当时小提琴演奏的代表人物是克莱斯勒 但当年仅16岁的海飞机 在1917年在美国的卡内金音乐厅 举办了那场骇人听闻的独奏之后 大家马上就忘记克莱斯勒了 当然海飞机能够取代克莱斯勒的地位 除了他高超的水平之外呢 还是有一些客观因素呢 因为那时克莱斯勒在奥地利参军一战啊 演出频频取消 所以渐渐有点弹出乐谈了 等战争结束之后 他重回舞台的时候呢 海飞机已经牢牢坐稳了全球TopNo.1小提琴家的宝座了 其实克莱斯勒跟海飞机也是英雄相惜 他更多的是为由海飞机这样的天才的崛起而感到欣喜 他公开表示过 海飞机的技巧在他刚起步的时候呢 就已经超越他了 而且据说海飞机11岁的时候 在一支私人的音乐会上的演出 就是克莱斯勒本人给他伴奏的 两个人的私交呢也一直都很好 那么除了技巧上的精确性 海飞机还奠定了哪些标准呢 那就是全面性和独特性 什么是全面性 我之前的视频里面说过 钢琴家可以专精一个作曲家 或者一类作品而成名 但小提琴家不行 哪怕你莫扎特拉得再好 巴赫拉得再好 你也不能只拉莫扎特 只拉巴赫吧 作为小提琴家呢 你也不能只演奏独奏作品 或者说我只演奏协奏曲 但钢琴家可以 阿格里希从上世几八九十年代开始 就不演独奏作品 而索库洛夫呢 正相反 他几十年来只演奏作作品 但他们两个都是 世界上最有名的钢琴大师 这个在小提琴家身上 就不可能发生 所以一个合格的小提琴家 必须擅长各个时期 各种风格 各种类型 各个作曲家的作品 在海菲兹之前 甚至他同时期 有很多小提琴家 演奏的曲部量是很狭窄的 可以说是很多 今天音乐会上的经典曲部 都是靠海菲兹拉出名的 别的不说 海菲兹这套六十五张的录音合集 就涵盖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小提琴作品 而且其中大部分的作品 录音呢 海菲兹在四十岁之前 就已经完成演奏了 现在有几个小提琴家 有那么庞大的保留曲部量呢 再而且 我们看一下这篇 Apperbaum采访海菲兹的稿子 海菲兹稍微罗列了一下 他立即能够被奏的写作曲 其中像布鲁赫 肖邦 埃尔加 格拉图诺夫 Kongord 普罗 西北纽斯 老差 维尔当 沃尔顿 还有维尼尔斯基 这些都可以说绝对是他的领域 就是说对于这些曲子 哪怕我们只听海菲兹的版本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大家想想看 这个有多可怕 这就相当于现在突然冒出个人 唱摇滚堪 海菲兹比平克弗洛伊德 玩流行 看比麦克尔杰克森 连在华语乐团 都是能跟周杰文平起平坐的 可能这也是很多人称在海 也不是人 而是神的原因 第二点独特性 更好理解 虽然乐部大人用的都是一样的 但成熟的小听家 必须要让观众听出不同 与别人演奏的不同 不同风格作品演义上的区别 自己在不同的时期 演奏上审美的变化 等等等等 当然这点很多小听家 也能够做到 但海菲兹是其中最明显的 有时甚至只要听一个音 就知道肯定是他 没有任何人能够冒充 就像毕加索 他陈书时期的画作 哪怕看一眼 就知道是毕加索的话 关于海业风格的独特性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以聊一下 因为有不少人说 海菲兹拉琴太冷了 更多的观众 比较偏爱温暖的音色 我认为 抛开当时的录音技术 所现的这些客观原因 我们对他冷峻这个印象 更多的是来自于视觉的生活 海菲兹确实不口音效 不仅是他在演奏的时候 甚至他在羡慕的时候 都很少不出笑 给人一种伸人物竞的距离 但是在我看 这恰恰又是一个 视觉逐到听觉的案例 如果我们真的闭上眼睛 只用耳朵去感受海一的音乐 那绝对是不会听出 丝毫的冷淡 海菲兹的师兄 小提琴家 米莎·埃尔曼说 他听海菲兹拉琴的时候 惹得不行 其实海菲兹的音色 则是一种理智和情感之间绝对的平衡感 而这种所谓的冷的感觉 只是我们观众 单方面的希望 他本人也能对这种 富有人情味的音乐 做出一些感动 以回应观众的热情 但是他没有 所以我们觉得 是不是有点太冷了 太不近人情了 要我说 可能这就是人和神的区别 因为对于海菲兹来说 这一切只是机操无点 他认为做到这些都是应该的 而我为什么要专门提这点呢 因为现在很多演奏家却是一种反向操作 就是人很热 但音乐很冷 表情很丰富 但音乐很乏味 海菲兹的学生弗里德曼讲过一个故事 他说 有一次他给海菲兹演奏 格拉夫罗夫的小听协奏曲 拉到一半的时候 被海菲兹打断了 他有点萌 以为自己拉错了 海菲兹说 你演奏的还是不错的 那我怀疑 你是否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 你在演奏的时候 有没有对着镜子看过自己的脸 你知道自己始终有一种被感动的表情吗 如果你真的感动了 那还不错 但如果看上去是无时无刻都在感动 那就是虚伪 没有人可以一直被感动 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我只能说 海爷 不愧是你 海菲兹的内容呢 我之后肯定还会继续做 大家有想要我手把手 海爷具体哪一首神奇演义的曲子呢 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再次推荐大家去听海菲兹的音乐 相信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 都会被他的音乐真正感动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栭新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